收到机器之后先检查那个配件够不够 然后呢我们再按照这个摆放出来 把所有的配件摆放进去 我们第一个就先把这个气管把它接上 这个气管是这种快捷接头 把它接到这个气管里面 接到碰压机里面 这样就接好 接好气管之后我们再接水后 这个水口接到这个水管也是快捷来的 插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水口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外面有个水槽 进水口跟出水口你放在同一个水槽里面 那么这个水槽的话自己可以找个空 或者其他东西都可以 然后水供的接头 这里有个水供接头插座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就把这个 这个打模机的电源把它接上 接上电源 打开机器 把机器的这个水管位置 调好 调好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电源 打开 这是个总电源 打开总电源 收到机器的话这个集成键一定是按下去的 我们旋转一下 它就会弹起来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调一下 调 那我们可以调到这个 这个2秒 07M00 就是调7分钟 那我们调6分钟 06M00就是6分钟 调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调一下这个速度 一般都是放到最大 那基本上这个就调好了数据 底下的话这个压力 基本上就是20 黑色的20 调到这里 这个压力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手机做好防水 防水是另外一个视频 做好防水之后 把它摆到模具里面 同时放三个的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打三个 把这个 以及这一个 都放到机器里面 那我们放的时候 就再放下去 这样拿着 慢慢的靠近 靠近两个白色色 这个轮子 这边也是 慢慢的靠近轮子 靠近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个启动键就可以了 按着启动 这个盘子会自动下来 自动开始打磨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盖子盖上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过程